各位666宿会议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投资片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渴望实现财富自由 而实现财富自由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投资 当我们通过创业赚到第一桶金的时候 我们要想方设法把创业 为我们带来的稳定现金流 全部投资出去 然后让它帮我们产生更多的资产 产生更多的现金流 产生更多的备动收入 直到我们最后实现财富自由 但是在投资的过程当中 我们很多人是亏钱的 这个世界有五种资产 企业股权投资是一个很好的投资者 不动产房地产也是很好的投资 有价证券股票基金债券保险 也是很好的投资 专利权著作权也是很好的投资 可以流通保持升值的物品 股安自画黄金保险都所以很好的投资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这么多人 在投资的时候总是亏钱呢 那就是其实很多人压根不是在投资 而是在投机 我们正在财商的视角来去讲 投资和投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投机考虑的是我能不能赚到钱 想快进快出 而投资不是 投资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全球共识 不管是中国高领资本的张磊 还是这个美国的巴菲特 他们都讲到一个东西叫做价值投资 什么叫价值投资 回归本源 用第一性原理思维 直集商业本质 我今天去投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我研究的指标 不是它的增长率 不是它能不能让我赚钱 让我更进化回本 而是这件事的本质 有没有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 如果这件事的本质 它是有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的 它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为国家创造价值 为这个时代创造价值 为全人类 为全世界创造价值 那这个事就值得我投 而且在投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叫长期主义 我既然是投资 我一定不是今天投了以后 明天它股票涨了 我就把它卖掉 而是成为这家企业的股东 跟这个企业十年 二十年乃至三十年 这才叫真真正正的投资 这叫做长期主义 那第三个最重要的名词 那叫做时间的朋友 我们去衡量这个项目好还是坏 只需要看一条就行了 那就是在时间这个维度上 这个项目越往后 是越好还是越坏 如果说你投了这个项目 越往后 越会让你亏钱 那这就不是个好项目 如果我投这个项目 它越往后 它能够越让我赚钱 那这就一定是个好项目 举个例子吧 前几年B2B平台和这个资金盘泛滥 我们都知道 做资金盘最早的那批人赚到钱了 而最后面进来的那批人全亏了 就算你是早的那批 结果你没有出 到最后你也是亏了 变成难民 这就是在时间面前 资金盘跟时间是敌人 而不是朋友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茅台 茅台这家公司 当年的股票只有50块钱 而现在的股票是多少钱呢 翻了多少倍呢 我们再来看看比亚迪 我们再来看看腾讯 我们再来看看阿里巴巴 如果在十几年前 你就买了这几家公司的股票 都是在几块钱 几十块钱买的 而今年他们都涨到几百块钱了 这是什么概念 翻了多少倍 换句话讲 这些企业跟时间变成了朋友 时间反而对他们是有利的 那这些企业就是好企业 所以我们要正确理解 时间的跨度 用时间帮我们创造复利的价值 把时间作为我们选择 这个项目的一个指标 时间是我们投资这个项目 最好的复盘 那如何正确理解时间的跨度呢 我们对时间的理解 第一个角度 在于正确理解时间的跨度 我们要研究人类史 要用上万年的尺度 我们要研究文明史 至少要看上下5000年 我们要研究商业史 至少也要看上百年 那我们要研究一个行业 我们要研究一个公司 起码要看几十年 我们研究不同的公司 要看不同的时间跨度 要根据事物的本质 去窥测更久远的历史和未来 找到属于它的时间范畴 任何创业浪潮和商业模式 它都不是静止的 投资人要把时间作为研究的重要指标 理解历史渊源和闪烁在其中的时间窗口 把不同的时间环境 因素还原到生意的本质当中 有时候我们研究判断的过程很好 但结果不尽如意 这其实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环境生态中判定结果 当别人都在限于研究季报年报的时候 你要比别人看得更长远 这就决定了你和他人的不同 长期主义不是结果 而是所相信的理念能够穿越时间 不会被过滤或淘汰 人们更习惯于关注当下 然而真正有效的研究往往是长期的 它需要时间的沉淀 任何一个好的公司 任何一个好的产品 任何一个好的项目 它都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沉淀 而且在时间面前 它们是复利增长的 这就好比把历史 我们要看历史 既要尊重当事人的意见 也要尊重历史评价一样 要把生意和当时的时空环境 结合在一起考虑 历史不会重演 但总会惊人的相似 我们长期研究和长期投资 我们可以极大扩展 我们投资的范围和机会 这就构成了我们对时间的理解 如果说大家今天听懂了 周老师讲的投资片 你才有可能真真正正成为一个投资者 而不是投机者 时间 是我们区分我们自己投资这个项目 到底是赌博 是投机 还是投资的一个非常好的指标 时间是可以创造复利的 对于时间的理解 第二个角度 在于相信复利的价值 时间是好生意 与好创业者的朋友 有些好的企业 竞争优势在今天无法体现 而在明天 它就会显出端倪 比如说当年的腾讯 当年的阿里巴巴 当年的滴滴 当年的京东 它最开始创业都是亏钱的 但是它在更长远 其就会完全凸显到的优势 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演 越来越更高 极量的提升 我们贯穿 或者超越投资人的投资生涯 有些好的生意 其护城河 是需要握心尝胆 和积累沉淀的 过程需要大量的投入 才能真正的发挥优势 而每一个投资人 都要搞清楚的是 能随着时间流逝 加深的护城河 才是真正的资产 时间越久 对这个生意越不利 那这个生意就是负债 只有有了资产 才能为我们带来备动收入 而我们的负债 只会带来支出 我们学过财商都知道 只有我们备动收大约支出了 我们才有可能实现财富自由 那我们怎么样 让备动收大约支出呢 很简单 不断的增加资产 不断的减少负债 所以当我们 站在时间的跨度上 可以瞬间分清楚 哪个项目 它是资产 还是负债 尽管在资本市场中 它是波动的 是常态的 但如果建立深刻的逻辑 客观的规律 和事实的推演 都会随着时间 而清晰的展现 它的因果关系 曾经这个贝佐斯 问过巴菲特 你曾经说过 既然赚钱 真的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长期价值投资 永远排第一 那请问为什么 还有那么多人赚不到钱呢 巴菲特说了一句话 引我们所有的人 应该反思啊 巴菲特怎么说的 巴菲特说 因为人们不愿意 慢慢赚钱 巴菲特那么牛逼的人 他也只能让他的钱 以每年15%到20%的增长 不停的增长 不停的增长 他是富利的 换句话讲 连巴菲特都只能让他的投资 最多20% 今天国内有一个人跟你说 来我有个投资项目非常好 然后只要投了这个钱 300倍的赚钱 他比巴菲特还牛逼吗 这一看就是骗局嘛 他无法支撑啊 我们许多人之所以会商当受骗 就是想赚取快钱 我们希望快进快出 但是这种打法恰恰忽略了富利的价值 当一家一流的企业源源不断的冲造价值的时候 并被投资人选中的时候 富利就是时间赠予这笔投资最好的礼物 我们在富利的数学公式上 本金和我们的收益率还只是乘数啊 但是时间是指数啊 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拉长 我们富利的效率是非常的明显的 一旦认识到时间的价值 就不会再一时的成败 因为时间创造了富利价值 不单能够让你积累财富 还能让你在实现价值的同时 获得内心的安静 我给大家再举个例子吧 今天你就算有一个项目 可以让你赚三倍五倍 它是暂时的 那都没有用 万一亏了呢 今天就算有一个生意 它让你赚不了那么多 哪怕每年只能让你赚五个点 六个点 你都值得去投资 如果它能够持续让你赚五个点 六个点 而且是百分之百 能够让你赚到这个钱的 甚至可以让你赚三十年 五十年 八十年 一百年 在座各位 什么概念 你知道你投资 就不要说一千万了 你投资一百万 如果富利增长 五个点的富利增长 每一年富利增长 你知道过三十年 四十年 这一百万能变得多少钱吗 这一百年 这一百万 能够变成好几个亿 甚至到最后变成几十亿 上百亿 那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举个例子吧 每天这个池塘 这个就都会开几十朵莲花 然后呢 用了三十多天 终于这个莲花呢 一下子开了一半 你知道吗 第二天 不需要用好几天了 那个满池的莲花 全都会绽放 因为它是倍数 它是负利 买过保险 那都知道 很多人说 老师怎么可能有五个点 投资回报率 是百分之百确定的 你们去翻一翻 我们这个三年前 五年前的保险 都是五个点 直接保本写上去的 那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不要认为 没有这样的投资 所以 复利增长 长期主义 长期持有 价值投资 与时间做朋友 不要与时间做敌人 这才是一个 真真正正的投资者 就像周老师一样 周老师投资的任何项目 都绝对不是看 一年两年三年 我一看就是十年二十年 我现在投资的 很多的企业 包括地产 包括很多东西 我从来一投 就从来不出货 就是长期持有 就是吃利息就够了 而不是快进快出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之所以你会上当受骗的 唯一原因 就是因为你想赚快钱 记住 在今天这个时代 快就是慢 慢 恰恰就是快 我是周老师 希望今天能够唤醒你的 投资思维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